鋼琴謠言 讓我們歡迎今年五班 少女女同學帶來的 五點鋼琴曲 G大調小步舞曲 小步舞曲是一種曲的形式 很多音樂家都寫過 其中以巴赫的小步舞曲對為有名 我們凝宇今天將透過優美的鋼琴演奏 讓大家體會音樂的美好 我們歡迎林宇宇宙打演出 轉身主意 全參與 介紹全體的小步舞曲 競逐 屁股 香腸 口 耶 水 雪 別 無 中文字幕——Y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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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—YK 中文字幕——YK 中文字幕——YK 期待明年還能看到他在我愛藝人我愛秀的精彩表現 好前面呢我們國樂社已經演奏過了 那現在呢我們還有一組國樂三人組 二年四班的賴心平 蘇雲翰還有方成員 要為我們演出台灣民謠望春風 不過其中有一項樂器不是國樂器 有沒有小朋友發現呢 對就是中間的這一支中音質題 好我們可以觀察一下這三個樂器 有什麼不一樣的表現還有不一樣的特色喔 掌聲歡迎賴心平 蘇雲翰 方回員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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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喜歡我的節奏 謝謝大家 請評impare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今天有什麼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雖然練習的過程十分困難 但三位演奏者 還是演出的很有過氣 期待你們未來更上一層 祝福你們 來 現在有一個小問答 對 現在先說明一下 剛剛我們聽到了三個樂器 一個是二符 它有兩根弦是用拉奏的 它是拉斜樂器 那另外一個是中音笛 是比高音笛聲音低 比較大隻的笛子 然後還有一個聲音最大的是聲 是很多管子 用黃片來發聲的樂器 請問一下喔 請問我剛剛坐在最左邊的小朋友 他演奏的是什麼樂器呢 2 他答對了嗎 對 最左邊的樂器是2的嗎 不是 不是 1 2 左邊第一個 他是怎麼樂器呢 1 答對了 恭喜你 1 等一下可以去教育室找美妍老師 蓋一個優點 4聲 最左邊的是聲 然後 請問最右邊的樂器是什麼呢 好 我很努力的想要躲到後面一點 最右邊那個樂器叫做 按火 答對了 答對了 最後最後最後 最難最難的問題 就是 中間的那個是什麼 中間那個樂器 好我來去最後面最後面來問一下喔 好好難過去 來我來過去一下 我來看一下 既然是二年四班的表演 我們就來問二年四班的小朋友 來 中英迪 中英迪答對了 來一樣喔 可以到教育處蓋一個 榮玉塔那個章 對 那中英迪呢是我們國中會學到的樂器 那如果中小學有機會的話 嘿也可以去外面學校 好 跟我們高級的構造是一樣的 好接下來呢是由一群三年級的小朋友 為我們帶來一首三四拍的歌曲 三四拍 蛤 那曲名是什麼啊 曲名就叫三四拍啊 什麼什麼 三四拍竟然是一首歌 那一定也有五六拍 七八拍 九十拍 很少啊 為什麼每首歌的拍號都不一樣呢 因為有不同的拍號 就可以表現不同的強弱啊 像我們強弱的拍子有二四拍強弱 三四拍強弱弱 還有四次拍強弱 四強弱 那五六七八九十拍呢 不能說沒有 但是是非常失少的 唉呀唉呀 不要再說了 我不管什麼 強弱弱強弱強弱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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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弱 我現在只知道 強強強強強強 掌聲吹下去 掌聲歡迎三年級同學帶來的演出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